现在会教大家这辆方环318的电动衣车 怎样可以打底线 如果有时底线用完 你只剩下一个无线的轮子 你要打底线才可以用 现在有一卷面线 随便一卷怎样的面线都可以 没所谓的 放在这个位置 做这个步骤之前 你记得你那个底线要先拿走 之后还有你本身的针 那些线全部都拆走 才可以打底线 否则有机会会弃死 因为现在线太长了 那我就短短一点 在这里你的轮子 在这里有一个洞位 在中间这里这样穿过去 穿过之后 你看到你部衣车 这里有一个手柄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按下来 它就会凸出这个打底线的位置 那你把你的线放下去 那你也可以按住 不然有时你压下去 它会掉下去 那你可以先凸出它 按住它 那之后你现在拉高它 你用手扭几下 让它先确定 差不多了 你可以沾到这个位置 那之后它现在这样就切 你可以用手扭一扭这个位置 那之后你可以给电了 因为我刚刚已经插了电子 那我可以插这个鞋子 那我这个手的状态 是有一个类似支点的位置 那我可以调一些位置 有时候有些线 可能执在上面 或者下面 那我可以调高一点 调低一点 让它的线走回上正的位置 如果可能线打得不平均的话 那它有机会影响 它放在底线那里 出线的一个情况 那有机会会卡线的 那最好打好一点 那你会见我 有时会放高一点 有时会放低一点 那就回相应为止 让它的卷线打得齐整一点 那如果打得差不多的话 那就可以沾掉它了 那本身这卷线 其实已经就可以拿出用了 它都打得很实正的了 看着